这里呢 就是我们总经理的办公室 你们三个应征的是 总经理的助理 你们的工作呢 就是要协助总经理 当他的左右手 那总经理现在人呢 总经理啊 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他工作非常繁忙 你把袋子再倒一下 我要看一下 刚才剪纸械的那个小姐 是 他要寻找公司 可以投资的标的 所以了解总经理的行踪 也是你们的工作之一 最重要的 必须要跟董事长报告 你们的试用期是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你们当中只有一位 可以成为总经理的秘书 其他的两位 被调到别的部门去 至于各位关心的 待遇跟福利 你们放心 本公司是全行业最好的 那相对呢 我们公司对于 新员工要求特别地高 另外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凡事公司新进的女职员 必须每个礼拜 轮流到董事长家 去听后差遣 这个星期一 有谁愿意第一个去啊 宇小姐 你等下 我去通报医生 好 太太 人来了吗 来了 要不要带她四处看一看 请她过来吧 好 打开她叫你过去呢 好 董事长您好 我是新进员工 于韩秀 好好好 请坐 喝口茶 吃点点心吧 不用了 董事长 不好意思的 你不坐下来 怎么喝茶呢 是 谢谢 两位请用 谢谢 不用拘束 喝吧 谢谢 董事长 别喝 你看什么呀你 不好意思啊 董事长 这茶您不能喝 没事吧 为什么 这茶会让您的呼吸道豁敏 严重的话会休克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董事长 对不起啊 我刚才是心急 所以才这么失礼 请您见谅 没关系的 你怎么知道 我喝这茶会呼吸道过敏呢 这茶有特殊的香味啊 我的朋友刚从国外带来 我昨天还喝过呢 董事长 您刚刚是不是使用了 支气管扩张剂呢 是啊 这就对了 我刚刚在喝这个茶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熏蚁草 菊花还有薄荷的味道 而这几样东西呢 对呼吸道过敏的人都不好 更别说有些商人呢 还我为了口感 添加一些添加物 因为我个人是过敏体质 所以从小呢 我妈就教我 特别注意饮食 还有居家环境等 我自己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 哦 像很多文章都说啊 生茶对身体好 但是其实生茶 对寒性体质的人 非常不好的 至少我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懂了这些 就避开一些过敏人之后 我自己的过敏体质 也感染了很多呢 对不起董事长 我好像话太多了 没事 你继续说 来 坐下说 坐呀 好 其实过敏体质呢 除了减量避开 过敏源 还有多运动以外呢 转换生活环境 其实也能改善的 像有些人 就会在北方住一段时间 然后再到南方去住 就可以改善 他的过敏体质 没想到你懂得这么多 你叫于韩秀是吧 是 你家里有父母 有妹妹是吧 嗯 没错 董事长 我要进公司 有什么事情尽管交代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我请你来呢 主要是我们聊一聊 也让我认识一下 公司新进的员工 嗯 罗太太 你带韩秀小姐 到各个房间去看一看 书房呢 有些公司的资料 你把他们分门别类的 整理 归档 嗯 好 是 董事长 玉小姐 跟我来 好 其他地方你都看过了 就剩下这书房了 董事长要你整理的材料 都在桌上 哦 好 谢谢 不客气 当年建立的材料 就是气息 这主要是 董事长就掌握 那手gu Soc 想给你 要不应该 要是被外伦听到 我就没有自由了 我告诉你啊 我把手放开 我求求你不要再叫了 救命啊 你不要叫了 过来 你看 那像小偷吗 看清楚了 我是不是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啊 搞清楚状况 小心点 少爷 你回来了 来吧 你在找护照对不对 妈 你对我好好 你都把我最心爱的东西 藏在身边 真贴 一个月 有半个月在玩 你还不过瘾哪 你还想出国 妈 公司的事情都是你在管吗 有我没有我有什么差别 差别大了 你是公司的总经理 六个月的时间 只有两个月的工作上班时间 妈妈有病 所有的应酬都让攀附总去 这对客户是很不礼貌的 妈 我在外面不是全部都在玩 我做了非常多的考察 你少拿考察做借口 谁不知道你爱玩 那既然全部人都知道我在玩 我突然规规矩矩上班 很奇怪的 会吓到别人的 不奇怪 那就改邪归正 好了 赶快去换上衣服上班去 你给我好好地做事 妈 你不要再跟我讲公司的事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公司的人 都把我当作是傀儡 而且这傀儡是你在控制 这样做很丢人 反正公司就你跟潘总管就好了 我就乖乖地当你的儿子 好吧 假如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走了 拜拜 大年 玉小姐 让你见笑了 佳佳有本难念的经吗 难免的 倒是我 我打了总经历 真的很不好意思 大年太浑了 就该引人打 你帮我教训了他 董事长不怪罪就好了 那 我明天还可以回来上班吗 为什么不能啊 不要多想了 明天继续来整理资料 总经历找我有什么事吗 余金刚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再跟我说一次好吧 余韩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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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听到余韩秀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想象到的呢 应该是一个 会是很温柔的 肯定是很有气质的女孩子 怎么会是你这个女金刚呢 那这样吧 你跟我工作 放轻松 自由自在地不要太拘束 那总经理要加快以后的行程吗 其实不要急嘛 我们工作之前呢 要把准备工作做好 你在看什么 我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只觉得 你这个人还算蛮漂亮的 可是 就有这么一点点 身材嘛 穿这个样子是看不出来 最重要的是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 那请总经理指教了 好 你呢 是我带出去的贴身秘书嘛 就是给所有人看的一个面子 就是 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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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过 你是比较古董的花瓶 所以 摆久一点的话呢 就差了一点 总经理 我不是花瓶 我更不是古董 如果你对我这个秘书不满意的话 可以把我带到其他部门 你不要这么急嘛 脾气那么坏 我没有说你是个不好的花瓶啊 只是在我的想象中 你应该是一种性感的淑女 像这种老古董可以扔掉了 就像那种很好看的时装杂志上一样 把依林拉开 总经理 请你放尊重一点行为 就是这个性格 我昨天为了这个性格上网查了两个小时 终于找到了抓狂训练班 以后下班呢去上两个小时的课 因为 有你这种没有安全感 又随时会有暴力倾向的人在我身边 实在是太可怕 总经理 我个人觉得我的气质管理没有问题 如果你只是为了我在你家里不小心打造你 你生气的话 我跟你道歉 我没有生气啊 那这样好了 从明天开始 做任何事情都顺着我的意思去做 就好了 是 总经理 但是我也可以提一个要求吗 可以 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女金刚了 谢谢 女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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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回洞穴 因为管理员在找你呢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你被潘副总调职了 刘小姐现在已经被解雇了 我们两个也会有一个出局 听说你在董事长家里打过总经理 看来我们的胜负已经很清楚了 我劝你别浪费时间了 你什么意思啊 不懂啊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觉得下一个会被开除的人是你 所以劝你还是早点自己辞职吧 免得到时候像刘小姐一样的 那就难看了 人谈秀 陈姐 董事长交代 要你陪他去工地 嗯 好 总经理 这是潘副总 让我交给你过目的企划案 嗯 搁这儿吧 总经理 我想董事长他是不是太奇怪了 明明我们是来应征当你秘书的 他怎么把于寒秀叫出去了呢 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接触接触 增进增进感情呢 又来了 董事长你看啊 那边就是我们的A区 嗯 现在主体结构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而B区呢正在规划当中 C区这块土地呢我们正在准备 在B区的最后方呢是我们的会所 里面有高尔夫球场 会议室游泳池和棒球场 还有慢跑的跑道 好好好 先这样我们再往前看看 好 董事长 我刚刚看到C区正在割草 您呼吸导敏感 我怕这样对您不好 要不您先去A区看吧 你真仔细 我听你的 嗯 这个 董事长 你看 刚才那个样板房还行吧 不舒服 快快快 副董事长上车 董事长 董事长上病了 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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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他不敢 董事长 您振作一点啊 你等我一下 董事长 来 董事长 放心 这是新的 来 子老太婆 我让你受点罪 怎么样 董事长 好点了吗 我刚刚要跟潘服总讲 我身上有药 可他跑得好快啊 你进来坐 潘服总这个人很重要 那天我突然死了 只有他一个人掌控着赵姬 大年还说 我是个慈禧太后 那他是个 李鸿章 不是 袁世凯 袁世凯 我记得袁世凯 他不是个墙头草 两边倒的东西吗 后来还自己当了总统 是个野心家吧 那这个比喻 不适合了 不是 我只是不太懂历史 我也不知道 这个比喻好不好 董事长 董事长 没事了 潘服总 我刚才要告诉你 我身上其实带着药呢 可是你马上就不见踪影了 我急啊 董事长 为了买这个药 我跑了三家药店 谢谢你了 于小姐 难道你也有气喘病啊 不是 就是我上次去董事长家的时候 董事长正在用这个药 我想我现在是他的助理 待在身边以备不时秩序吗 没想到今天用得上 这只是巧合 于小姐 你做事清晰 周到 我代表董事长谢谢你 不用 不用 这是应该的 上车吧 好 刚才我身体不舒服 对样板房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韩秀啊 你看了样板房了吗 看了 那说说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啊 董事长 我们那个样板房设计的挺直上 挺新颖的 是名家设计的 应该没问题吧 我没让你说 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董事长 我不是设计师 我也不是专业人士 我只是普通人啊 我就是想听普通人的 我们这批房子 就是卖给普通人的 你就直接地告诉我 我如果让你买 你愿不愿意掏钱买呢 于小姐 你尽管说 没问题的 我呢 也想听一下年轻人的意见 老实说 我不会买 因为颜色太暗了 你继续说 因为如果是我买房子的话 我希望可以买到一种 幸福的感觉 因为房子不只是一个壳而已 我觉得还是一个 可以给我温暖和幸福感的家 而冷色调虽然是很有设计过的感觉 但是让我感觉冰冷 所以适合不了我 董事长 可我不这么觉得啊 这个 咱们这个样板房设计的 就是要这个样子啊 这样才能吸引到 那些买家的眼球啊 这人多了就有钱赚 我认为问题不大 还是按照韩秀说的 改成暖色系吧 买屋就是买幸福 这是个新的概念啊 这条项链有个名字叫幸福之心 是大年的爸爸当年送给我的结婚纪念品 我们说好的 当作传家宝 我不到特殊的时刻是不戴的 你把她送到珠宝店洗一下 然后再去上班 是 这个女孩儿当媳妇的话 应该不错 总经理 这家珠宝店的珠宝好贵哦 我到那边看看 这里我很熟 不用管价钱 尽管挑 总经理 我们正准备跟董事长打电话 没想到你们就亲自来了 是不是已经发现 你们送来的幸福之心有问题 你说的是 我爸爸送给我妈那个幸福之心 那很重要啊 没错 今天早上才拿过来送喜的 我们想着 赵继是我们的老主顾了 所以就没有仔细验收 我承认这是我们的错 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问题了 这个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不过赶快打电话给我妈 好的 谢谢 那个幸福之心 不是你送过来的吗 当然不是了 那一定是于寒秀送来的 这些都是总经理常常去的地方 要多了解 多熟悉 免得到时候去了 陌生 潘副总 董事长找于寒秀在实现 你接吧 喂 珠宝店来电话 说你早上送去的幸福之心有问题啊 你赶快去了解一下 是 我马上过去 出什么事了 于寒秀 你真是丢公司的脸 居然会偷换珠宝 李小姐 在你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不要含血喷人呢 我含血喷人 行 我看你怎么弄出个来龙去脉 人家店长说了 这条项链就是他们卖给去世的老董事长的 还附了GIA证书的 GIA你懂吗 全世界最权威的珠宝鉴定书 项链的确是我们卖出去的 当初从香港进来的时候啊 就是复制证书的 那会不会是运输过程中出了问题呢 这做贼的还喊起抓贼来了 我看你是心虚了吧 你就等着吃牢饭吧 够了 别吵了 于寒秀 你先去确认一下项链 是不是你早上送来那条 去吧 我是没学过珠宝鉴定 不过从外观上来看 是我今天早上送来的没错 就是这两颗钻石被换掉了 是我们这位新来的师傅发现的 你有嫌疑 有什么好看的 你真的有嫌疑 你看 这珠宝是你今天早上才送来的 总经理 董事长早上把珠宝交给我的时候 我马上就送到店里来了 所以我不知道项链会有问题啊 你不知道谁知道 分明就是你 你凭什么说是我 我一早拿到珠宝 马上就送到店里来 请问我有什么时间可以去换珠宝呢 你不会用你的脑子想一想吗 可是 钻石明明被换过 赵总 这个责任本店可耐待不起啊 我看 只能报警了 报警 等等等等 这种小事报什么警啊 我们完全自己可以处理啊 再说 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杂志报纸都会来采访的 我们公司形象怎么办啊 不能报警 不可以 那这两颗赞是谁来赔啊 我赔 但是余小姐 你必须要辞职 辞职 是的 你必须要服从 你是我征召进来的 所以所有的行为 我必须替你对公司负责 这个珠宝我可以帮你赔 但是你必须要辞职 潘副总 我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这珠宝不是我调包的 所以我坚决不辞职 摆明了你就是小偷 李梅小姐 你要是再用一个偷子 或者贼子来栽赃我的话 我马上告你诽谤 你 好了好了好了 非要闹到公安局 才开心吗 这个珠宝不是我换的 我行的正做的职 我为什么怕警察 我都希望警察 来把事情查清楚 免得有人被黑过 余小姐 你的能力还有才华 我相信不管到哪公司 都能够出人头顶 如果你执意要报警 好 那就报警 等一下 报警之前 让我见一下董事长好吗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余小姐 董事长的身体不好 你也是知道的 如果他知道 幸福之心的钻石被掉了包 心情肯定会受到打击 再说 这种小事情报不报警 我就能做决定 我一定要向董事长当面报告 余小姐 我相信你也知道 董事长是最气动你的 也最喜欢你的 如果他知道幸福之心钻石 是因为你而掉包的话 他痛心的不是钱 而是你让他太失望了 所以我希望你 最好不要出现在他的面前 要是他出了什么状况的话 你担当得起吗 我相信我不会让董事长失望的 喂 警察局吗 让他见我妈吧 对不起 打错了 抱歉 抱歉 总经理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清楚吗 我听得很清楚啊 你当我是白痴啊 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 因为在送喜之前 你不可能见过幸福之心 怎么可能去掉包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是出在我们家里面 谢谢总经理 怎么样 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可以 你们先把单据带回去 好 项链要留在这里 等董事长亲自打电话来 你们再把项链领回去 好 那就这样 只是换了两颗钻石子吗 怎么闹出这么大动静 潘副总你也惊动了 董事长 这个幸福之心 是您最珍贵的珠宝 也是我们赵记的吉祥物 钻石给换了 你说这是小事吗 于小姐 大家都说你是窃贼 你坚持要见我 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无古怪 如果钻石真的被换了 那一定也是内贼 或者是董事长信任的人所为 潘副总都说了 你就是董事长身边最新来的人 李小姐 我没让你插嘴 于寒秀 要是我告诉你 我们家的保险箱密码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那你现在又该怎么说呢 我想的并不一定对 但是我听过一些传闻 我听说有些有钱人 并不会把最贵重的珠宝 带出去应酬 他们带出去的往往都是赝品 因为他们觉得带珍品出去应酬 太危险太容易被抢了 今天早上董事长跟我提过 这条幸福之心对你有多重要 不是在重要场合您不会佩戴的 所以我想一定要跟董事长确认清楚 再去报警 免得搞出乌龙 真是有你的 妈 你好段都干嘛要把两个钻石换了 妈妈年纪大了 真是忘了 这条项链呢 是我有一次参加宴会啊 一不小心给弄坏了 是我自己让师父给镶上的 韩秀啊 真是对不起 我上午忘了告诉你了 潘副总 你也真是的 这条项链是我自己的 你还给陪上 你真是的 是啊 我 我想提大做了 李小姐呀 你这个人太不实事求是了 同事出事了 你就落井下石啊 潘副总 我看李小姐长得挺漂亮的 把她调到公关部去吧 是 这我来处理 好 李小姐 从现在开始 你正式提升为总经理秘书 对不起董事长 我不想当这个总经理秘书 请你让我辞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赵姐的文化不好 李小姐 你口气也太大了吧 你来公司多久啊 批评公司的文化不好 潘副总 你让她把话说下去 由这件事我看得出来 贵公司里一旦出了事 想的不是解决问题 或者追求真相 而是稀释宁人 欺上瞒下 所以你要辞职 董事长 虽然你为我证明了清白 但是我于韩秀从小到大 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再说今天这些话说出来 恐怕也得罪您了 继续待在公司 恐怕也是自找麻烦了 我希望你回去以后 好好考虑再做决定 不用了 谢谢董事长厚爱 韩秀啊 有人按门铃去开门 赵总 你家附近我不熟啊 找了很久才找到 你来我家做什么 我已经辞职了 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 可以进去吗 韩秀啊 也是昨天晚上 才把事情告诉我们 他小时候就主意大 独立性强 但是他说了 昨天的那些事情过程 我觉得你们真是委屈他了 对 的确是我们的错 我母亲也承认了 是他的不对 所以才冤枉了韩秀小姐 他那是专程派我来跟你们家道歉的 这是他老人家的一点心意 也希望韩秀小姐 能考虑重新回公司上班 赵总 请你回去转告董事长 我不怪他 但是要我回去上班 恐怕不可能 为什么 你们没有经过调查 就污蔑我偷东西 对我是人格伤的侮辱 就算我回到公司 也难保不会有同样的事情 再发生 所以很抱歉 好好好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好不好 我们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还有尊重 我妈说她愿意给你加薪 还有福利 赵总 我不是要趁机抬高身价 你不要误会 你是不是找到新工作了 没有 那 那回我们公司上班就好了 我跟你讲 我妈真的很有诚意 要是平常那事绝对 对不起 喂 她答应了吗 她没答应 你把电话给她 我跟她说 我妈说她又亲自跟你讲 喂 董事长 于小姐 你知道我工作很忙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亲自登门请你回来 你看怎么样 董事长 不需要这么做的 可是你还没有答应我 回公司上班呢 余小姐 我承认你说得对 我公司文化不好 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加入我 就从你开始 我公司进行改进 董事长 我 韩秀 这么多年来 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 敢跟我说真话的 直指我公司的弊病 其实啊 你说到我心眼里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台阶 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啊 我 我 你再好好想一想 然后给我答复 我等你回来 先生 这是19 1998年的波特红酒 对吧 是的 好 开开吧 好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是我让她拿的这瓶酒 我之所以选择1998年的 波特红酒呢 是那年的葡萄采收鸡鱼水 特别少 所以酿出来的葡萄酒啊 我可以说 你不懂 你能听一下 你不懂 她们的材料 都没有 她们可能会有这么多 我不是很想要 我怎么看 你不懂 她们 是 不懂 你不懂 我 这些人 她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没想到 他居然住在水上设计开发案那个地方 这事真奇怪 巧了吧 是啊 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不是想故意隐瞒 我只是怕跟他见面之后 怕他又误会我 就放心吧 我刚和他见面的时候啊 他对我的印象 不不不 是对你 机器猫 这个网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啊 你跟他说你是机器猫了是吧 放开我啊 你别激动啊 还好我聪明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我就是机器猫 我就被你留点后路嘛 哎呀 不对 不是这样的 你应该以同事的身份去跟他说声对不起 而不是替我出去约会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 那你好什么呀 这是误会上面加了一层误会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吗 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你急什么呀 你照我说的计划做 绝对天衣无缝 那他想见机器猫不是见到了吗 短时间内是不会再怨你了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被他误会 这不接大欢喜吗 再说了 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 我请他身份还没找你报销呢 事情就是这样 你别想太多了 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好吧 就这样 我要回家了 吃水果 吃水果 我不吃了 有事 先走了 光雅 你跟金星怎么回事啊 你在撒什么呆呀 记不起来刚见面吗 马上就要开电脑聊天 这么迫不及待 没有啊 怎么样 那个叫机器猫的 长什么样子啊 带你去哪里玩 老姐啊 她带我去吃饭 去吃法国菜 还有一瓶红酒呢 法国菜 这么高级 怎么样啊 也是啊 要抛妞总得下成本嘛 姐 干嘛这样说人家吗 我是怕你被骗 不会啦 不过刚开始看到她的时候 我确实觉得不太对劲 说话滔滔不绝的 有点油嘴滑舌 不过后来觉得还行 你不会是认错了吧 不会啦 姐 我哪有那么笨吗 别乱说 很难说 你这么单纯好骗 我就怕你碰到诈骗集团 好了 姐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上网了 早点睡啊 晚安 晚安 她现在在想见机器某 不是见到了吗 段时间内是不会再约你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被她误会了 这不皆大欢喜啊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孙光雅 孙光雅 我怎么觉得你陷入更大的误会了 终于 今天见面非常愉快 谢谢你 今天的约会 你真的开心 当然开心了 我都不知道你这么会说笑话 好了 你开心就好了 如果我的牺牲能换来你的笑容 那也值了 这是我第一次吃法国餐 谢谢你带我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法国餐 静心的小子说他没刺心 谁相信啊 小燕 小燕 下来 我在健身房 你还挺有闲情意志 还跑步 大年快被人家抢走了 大年 大年交新女朋友了 还没有 但是快了 有人要跟我抢大年 我跟你说 老太婆啊 最近帮大年请了三个秘书 其中有一个叫余涵秀的 这阵子出了些状况 说要辞职 老太婆不同意也就罢了 她居然叫大年 叫大年亲自到他们家去请她复职 你说怪不怪啊 她长得很漂亮吗 漂亮当然没有我宝贝女儿漂亮了 身材美你好吧 问题是爸觉得这个人呢 挺厉害的 挺有手段的 你得抓紧一点啊 要不然大年啊 真的被她抢走了 能有多厉害啊 我倒是要见识见识喽 反正你注意点啊 好 总经理早 总经理早 早 找余小姐吗 她还没来 不 她早来了 这会儿正在潘副总的办公室呢 我去通知她 好 余小姐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们公司 你在试用期的表现非常好 你现在正式成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了 谢谢 另外我也提醒你 你来公司三个月了 应该看得出来 我们公司实际执行人是我 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 潘副总 不好意思 总经理找余小姐 好 去忙吧 是 进来 总经理 欢迎回来上班 请坐 这个呢 是 我妈给你的谢礼 什么东西啊 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说 这 这是我妈给的谢礼 不是礼物 我已经收到过我的谢礼了 对我而言 你们的尊重和诚意就是我的礼物 请总经理代我谢谢董事长 那我叫你 你请你 你请你 因为我不敢说啊 听到没有 我就 大年 你妈干嘛送她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因为这 我也要嘛 你也送过一副吗 不行啊 大年 总之你我先去忙了 喂喂喂 喂 你上班时间来干嘛 你不高兴了 你是不是喜欢的女的 啊 女精 女金刚哎 董事长 这礼物真的太贵重了 礼物再贵重 远没有人才重要吧 我是求贤若渴呀 董事长 我来召集是印证秘书的 其实我对建设的事情一窍不通啊 专业技术 只要肯学习都很容易 关键是品性和人格 我很纳闷 你怎么这么勇敢 和刚烈啊 我想我只是脾气不好吧 不是 我想是无意择刚 你进公司来 没有别的想投 什么想投啊 进公司工作 不就是尽职尽力 好好工作而已吗 对呀 就是这个优点呢 这个是每个员工的 基本条件吧 恰恰这个基本条件呢 很多人做不到 有的是投机取巧 妄想一步登天的人 还有你说的公司文化 完全一语中递 这是我公司的隐忧 大年的父亲死得早 我一个人撑起一间公司 大家等着看我的笑话 我只好雷厉风行 作风霸道 他们背地里都说我是 慈禧太后 无形之中也造成了 我听不到真话的困境 现在我知道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最信赖的人 找你回来是对的 我不会看错人的 好 的又愉快啊 谢谢 谢谢你 再见 站着干什么 走啊 总经理 我可以去上洗手间吗 你事情怎么那么多啊 去吧 小牛二等等 一个人跟我们出去玩吧 走吧 女金刚去厕所去那么久 一块儿玩有什么不好的呀 你还有事 我还有事呢 干嘛呀 别放手 没什么了不起的吧 放手 放手 去 走开 走啊 走 走 你没事吧 没事了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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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了 没事 没事 你还要老板出手救你啊 我又没叫你出手救我 我不出手救你的话呢 如果明天报纸杂志上面说 赵大年那个女秘书被人先奸后杀 再接着一次被人坐到厕所里面 那以后就没人敢当我的秘书了 哎 怎么会有人向你讲这样的话 我知道你很讨厌我 因为我第一次见你 我就坏了你的好事 所以你每天整我对不对 不是我 如果真是这样 你干嘛要帮我救我回来 眼不见我已经不是很好吗 不 不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就是怕我妈妈她逼我 把你抓回公司 当我的根屁虫呢 根屁虫呢 我被你回去 可是不能跟别人讲 你 你也别跟别人讲啊 好了 好了吗 你笑什么 笑你这副狼狈相 你看看 还让老板陪你回家 面子好大啊 好了 你别说了 好好补补了 诶 谭秀 你怎么在这里啊 诶 陈姐 我是来出差的 你呢 我啊 公司办团体旅游来的呀 团体旅游 是啊 那怎么会来这么偏远的地方 还不是总经理的主意 他爱爬山 所以住山上的宾馆了 哦 这样啊 想不到你也住在这儿 真是巧啊 是啊 公司的人都在唱歌呢 要不我们一块去 我 不了 我有点累想去休息 去吧 大家都开心一下 就算陪我嘛 好不好 去啦 去唱会儿歌嘛 玩一会儿 好吧 我放下行李啊 那行 我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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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 好 你们的杯子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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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来 这点不够意思啊 来 你们把那个帮我拿过来 我呢 先代表我妈妈也就是董事长 谢谢你们各位 今天来为公司付出的心力 好 谢谢你们啊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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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帮我点一个 那你配唱吧 对啊 好好好 好 好 哎呀 好了好了 过来 你奔走过来 你喝点酒 来来来来 来啊 喝点酒就这样了 行 行 行 我看不快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陪你喝酒 不用了 来嘛 干嘛要做卖饭 来 不许插泵泵 好吗 不客气了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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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下 别管我了 你们走 好好好 那你休息啊 我们走吧 让他休息一会儿 好的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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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过来吧 好了 109是吧 好 马上来啊 再见 你好 你请啊 开门 开门啊 开门 起来啊 你没事吧 开门啊 叫我趁机好了 不行啊 若我叫同事过来的话 看见我们两个人这个样子 肯定会被误会的 口渴 我口渴 你用我喝的东西啊 你不要那么大声好不好吗 不啊 不要叫 好好好 你不要叫我去拿水给你啊 你不要叫 不要叫 喝不少啊 水来了 喂 干嘛 干嘛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喝猕猴桃特别容易头痛 手救 哎呀 你会头痛是因为你酒喝的太多了 乱讲 我妈说我爸喝了猕猴桃之后也会头痛 你怕 对啊 我好像没跟你讲过我爸爸的事情 我对我爸的印象其实挺模糊的 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我妈告诉我的 我妈说呢 我爸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男人 所以我特别想要见他一面 我想要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也想知道 如果他现在还在 看到我这个儿子 他会不会为我骄傲 你爸爸一定会觉得很骄傲的 你现在是赵季的总经理 你有出息了 谁要做什么破总经理啊 我想要当一个小职员 这样才能好好证明我自己的实力 一步一步往上爬 才不会像现在这样 碰到老妈 就觉得我什么事情做的都不对 什么叫坏财不悦 我这个就叫怀财不悦 你妈妈是为你好啊 我人家好哪有这个样子啊 对对对 我们那个 办公室新来的那个秘书叫什么什么 鱼什么韩 鱼韩秀 随便 我妈把那个女金刚调回东北 都没跟我说一声太过分了吧 其实好像 我妈不是一直这样的 小时候我妈对我挺慈祥挺好的 只要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妈妈呢 她还是会 她还是会很包容我 我妈妈 她对我真的很好 可是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呢 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呢 那 总经理 天亮了醒醒啊 总经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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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这边 这里是我房间啊 是你自己昨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来敲我房门 我 我昨天 昨 昨天我 我去这边了 那我们两个 是不是 你不要多想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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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啊 啊 哎 潘雁小姐 陈姐 你看到赵总了吗 赵总 没有啊 怎么了 他怎么都没有来找我 他今天有新的安排吗 哎 赵总 这不是韩秀的房间吗 啊 啊 啊 没事 你听我讲话呀 余韩秀 潘小姐 哎呀 干吗打人呢 就凭我看到的这些 你看到什么你打人家 你们做过什么你们心里清楚 余韩秀 你怎么这么一魂不散呢 昨天晚上你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今天你还居然勾引大年到你房间来 喂 是你爸派他来出差 关他什么事啊 可是我爸没有让他勾引你上床啊 是我自己摸进来的 不关他的事 赵大年 你干吗这么护着他 我才是你女朋友 他算什么啊 潘小姐 这真的是误会 我跟总经理什么都没有 可信不信由你 站住 你要去哪儿 我想离开现场 让你们两个好好说清楚讲明白 我命令你立刻辞职 喂 他是我老妈聘请来的人 我都不敢善意辞他啊 现在赵继是我老爸在帮忙啊 你不辞他的话 总有一天会让他滚蛋的 你要这样玩是不是 好 我以总经理的身份呢 把他拼来当我的贴身秘书 你爸有问题的话找我 赵大年 你行啊 你承认了是不是 你承认你跟他有不清不白的关系了 是不是 就算我不小心跟他发生了关系 或者被你抓捡再闯好了 那你怎么样 我们没有结婚 你管我那么多干嘛 哎呀 总经理你别说了 你跟潘小姐吵架是你们的事 不要远远远远远远 你干嘛你 潘烨 不好意思 你不要管我 你走好了 你真笨 这打人骂人也要看时候 看对象啊 余涵秀她是什么身份啊 你这么一闹 不是抬高她的身价了吗 那谁叫我欠 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吗 看见了也不能说 你要表现女人的风度 女人宽容 男人才会心生愧疚 这叫以退为进 你懂不懂啊 你现在好了 让大年没有台阶可下 不是硬生生地 把大年推给了余涵秀啊 那还不都是怪你 就是你出了个什么主意 叫化暗为明 让我跟大年从房间里走出来 现在好了 弄巧成拙了吧 老爸 你干嘛派余涵秀 到那个地方出差吗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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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大年给我追回来吗 老爸 不准撒娇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时候啊 要跟大年道歉 这样或许 才能引回他的心 不去 去不去 去不去 就是不去 来 来 董事长 我想我不适合当总经理秘书 也不适合待在召集 今天是假日 你跑到我家里来地词成书 是不是公私不分呢 大年知道吗 我还没有跟他说 就直接来找董事长报告了 你这样做 是不是越急了呢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 只是太犯急了 是不是 这件事都沉不住气 轻者自轻 着者自着 你不要管其他人说什么 也不要管大年说什么 难道你余涵秀 就这样认输了 不 我余涵秀从来就不是认输的人 那是记恨潘燕了 他只是出于忌妒 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既然如此 就不要辞职了嘛 这是公司近几年的数据和财务报表 你拿回去 多看看消化一下 多多了解公司 还是回来帮大年吧 董事长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看重我 好了 其他也不要多说什么了 我相信我的眼光 是绝对不会错的 你跟我出来约会 跟你爸妈说了吗 当然说了 我们见了几次面 这次好像是真正的约会 这么一说 好像是这样啊 可是我们已经相爱了一年多了 谁说的 那时候你在网上爱过我吗 当然了 要不然我就找其他网友了 确儿 地中就轻 倒是你 你还喜欢过孙光雅吧 我 我懒得理你啊 都很或讨论 Partner 到kara-去不好 一下她 真的不不便宜 你想得难拿 dan Bern 一门吧 无明智的身要束缚 不是元素 是不离不弃的心物 手牵手跨出这一步 我们一定要幸福 只要我们很知足 你眼中的专注 这最珍贵礼物 海姨 你看 挺好看的啊 霍雅 你看 那是不是你妈呀 好像是啊 她怎么来这儿了 我也不知道 她会不会在跟踪我们啊 这 要不 我还是去打个招呼吧 算了 不用去了 我们还是走吧 礼貌点 我还是去了 海昀 危险 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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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光雅 你没事吧 你被撞哪儿吧 你吓死我了 你才吓死我了呢 你走了怎么不看车啊 不能掌控规则啊 路口应该放门车速 你不知道吗 这样会撞死人的 知不知道啊 你跑什么跑 跑什么啊 哪个国家的 下次也可以开车啊 冒冒糟糟的 怎么 妈 算了 算了 你没事 别骂了啊 你们也真是的 过马路马要小心一点 怎么这么不留神呢 哎呀 我们是看到你 过来打个招呼嘛 嗯 对啊 孙伯母 你怎么见到我们就跑了呢 哪有哪有啊 怎么可能呢 我有急事 正好顺便路过这儿 你们玩 你们玩 早点回 哎 妈 阿姨 这姑娘不贪吃 不贪穿的 应该是个不错的女孩 你妈妈明明是看到我的 干吗要跑啊 我想啊 她一定是在跟踪我们 啊 跟踪我们 对啊 我妈呀 一定是怕我太笨了 她呀 是怕我 把约会给搞砸了 哎 我现在看出来了 你妈 真的是很关心你的 哎 我妈那个人呢 表面上看起来很凶 可她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我好 嗯 光雅 今天要不是你 也许 我真的被车撞了 你愿意用生命保护我 我真的很感动 韩芸 不止是今天 以后也一样 我会做你最强大的保护伞 无论多大的困难 我都会挡在你的前方 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我会做你最强大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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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大年 哎 还在生我气啊 啊 应该是你在生我的气吧 多过那么多天 我早就不气了 嗯 哎 大年 人家对你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你就是故意的 我不是 我今天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 早上都还没醒呢 大年 你知道我不会那样的啊 对不对吗 大年我知道你最了解我了 好好好 算了算了算了 我不气了不气 好 为了向你道歉 我决定请你去吃饭 吃什么 日本料理啊 我发现一家日本料理店 特别好吃 我们去吃吧好不好 好 总经理 这个是你的饭 今天晚上猪排饭 我 明秘说 今天总经理呢 要跟我出去吃饭 这个盒饭 你自己拿回去吃吧 女精刚等一下 把饭盒放一下 我正好想吃猪排饭 好 这什么呀 能吃吗 这么油 对身体很不好的 可是我今天特别想吃盒饭 所以说我叫他去买的 而且呢 还炒了这份 我最喜欢吃的猪排饭 那个日本料理有点冷 我怕我胃会痛啊 大年 那我们可以去吃火锅吗 那样热乎乎的 对身体可好了 可是我不想吃 喂 怎么觉得可惜了 让你拿走你不拿走 余秘书啊 以后呢 总经理的生活啊 他的吃喝 都由我来负责 你就不用藏心了 我知道了 潘小姐 什么时候吃喝拉撒睡 都归你管了 你看你啊 这是我早就应该做的 以后这些事你都不用操心 我要向董事长看齐 这样以后才能接替董事长 来照顾你啊 你贤惠了 我会越来越好的大年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已经有一个妈妈了 我不再需要另外一个 而且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我最讨厌别人浪费食物了 一粒饭都没吃就丢掉 莫名其妙 你气人 你不是要去吃日本料理吗 去吧 余涵秀 你过来 你去看小姐 你这个太不准了 你还等我 我来 我去看小姐 我来年 Wirtschaft 你怎么擅长 能不能义 车 你出了 我来 你刚才 谁把你擅长 你得izza 好 什么 我刚才楼 等水上世纪这个案子结束以后 如果成了都是我爸的功劳 如果败了 那全是你爸的罪过 那个时候 即使没人赶你走 我看你还有什么脸留在这里 像你这种 只想靠着跟男人睡觉来往上爬的女人 我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 原本以为吧 只有没爹没娘的人 才会这么不要脸 原来你也是 或者说 你根本就是一有妈生没妈养的